《水沙蓮》雜誌在1995年9月創刊 发掘埔里 渔池 仁爱 国情等是乡镇 大埔里地区在地故事 一半就是21年 但仍难迭经费 人力稠目困难 于2016年8月发行第48期后停刊 如今在资源到位之下 日前的第49期复刊号正式退出 很高兴今天终于《水沙蓮》杂志复刊49期 纸本如期的出刊了 在所有乡亲的殷切期盼之下 我们今天在这边记者会 把这个好的讯息分享给所有的乡亲们 《水沙蓮》杂志第49期复刊号正式推出 当天贵宾云集 各地文人雅市道场祝贺 议员林芳宇 陈宜军等人 也希望大家关注杂志社的用心 让《水沙蓮》的故事继续下去 希望说工部门能够为地方尽一点的心力 毕竟这个《水沙蓮》杂志社 是一个代表地方性 地方文化的一个深度的报导 让大家所关心的事物能够跨老中青三代 那未来里面的内容也都会更贴近 苦力整个全方位的一个发展 每一期都是这样六个单元在进行 同时间我们也顺应潮流 我们会有电子刊的出现 除了紫本也有电子刊 我们的官网FB还有IG的行销 都是同步在进行 社长康翠敏指出 未来报导涵盖人文 创意 产业 生态等六大单元 内容十分丰富 持续用在地视角 陪伴大埔里地区相亲 让《水沙蓮》故事继续下去 且因应时代潮流 富康号也有推电子版 未来采三个月一期电子记刊 搭配半年期紫本刊物形式发行 记者曾公佑 玻璃珍采访报道